在今天中国南兰红队在深正面对图尼斯队,这是本届斯坦克维棋被中国队的第一场比赛,今年是第十四届斯杯,斯杯我们也很熟悉,是在中国地区举办的规格最高的国际比赛, 除了中国队之外还会有几支受要求队,今年邀请的是克罗地亚,芬兰和图尼斯,北极斯杯有点不同,但是中国队的红蓝两队都将参加,红队打前面两场比赛,蓝队打之后三场比赛,今天晚上要开始的第一场,是由里南指导带领的红队出征,本场比赛中国队派出了周期和定验宇航, 此前的热身赛中这两位从美国归来的球员都没有上场,现在亚运会临近了,他们也是要通过比赛好好寻找状态,第一节比赛中突尼斯队的鲁姆赞得到全场第一分, 此前在热身赛就有很好发挥的王哲林也是环以颜色,丁燕宇航也开始得分,王哲林比赛初期发挥的也是很好,双方的比分也是一直很胶着,周期也迎来了爆发, 他在首节后半段,连续两个三分球和一个爆扣也是展现出了实力,首节比赛中国队领先突尼斯队7分,到了第二节比赛周期开始爆发, 他在篮下口篮和接到队友助攻之后飞身爆扣都霸气十足,在防守端突尼斯球员看到是周期防守的时候都出现了手软的情况, 半场结束的时候中国队领先突尼斯队11分,比赛很流畅,红队的进攻也不错,第三节一开始突尼斯队发力打了中国队一个9比2, 好在关,见时刻周期霸气2加1帮助中国队止血,这一节孙明辉投中三分之后对手垫脚,之后孙明辉推倒对手,险些引起了双方冲突, 之后裁判判罚这确实是一个垫脚行为,当然孙明辉也有犯规,双方都罚球,需要说的是这样的比赛胜负是一方面, 中国后队在这样的情况下,肯定是不能受伤的,毕竟亚运会就在眼前了,对手的这个行为确实很恶劣。 谢谢大家